一名女子打扮清涼 留著烏黑長髮 長相清秀 坐在床前接受警方盤查 日前桃園警方在網路巡邏時 發現該名女子刊登性交易資訊 訊線到汽車綠罐待人 女子一開口聲音沙啞低沉 與外貌有明顯對比 警方發現對方持著泰國護照 申請觀光免簽來臺 實際上卻是從事性交易 而護照上的性別 更讓在場所有人難以置信 因為眼前的她是男生 名字系觀光免簽來臺 是泰國籍男子 並在其身上查獲 安非他命毒品 零點九三公克 全案一違反 耳哨性剝削 防治條例 毒品防治條例 移送法辦 欸你坐著就好了 便因遠景衝進屋內 要求裡頭的人通通配合調查 只見身穿紫色上衣的男子 神情相當慌張 不斷重複自己有穿衣服 不過他身旁的女子 各個穿著清涼遠景當場舊 釋破他的謊言 警方大力掃黃 除了清查高風險社區 出租套房等場所 也加強網路巡邏 呼籲民眾切勿以身釋法 除了埃法 恐怕還讓自身處境難上加難 三天新聞張運潔 張軍委桃園報導